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任天堂於日前推出的 斯普拉頓3新手基礎介紹影片 其中我有13個給你的說明 值得注意 對於日後的新手體驗 會有大大的幫助唷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吧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庫會員 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第一點 遊戲的角色 魷魚的特色 這是斯普拉頓遊戲中主要的角色 區分為魷魚與章魚 然而這是屬於魚的形態 可以潛沒於墨水之中 注意這裡指的是自己及永方的墨水 在這兩者之內可以自由移動 第二點 魷魚與人形的差異 首先我們以移動速度來說 由於在墨水裡的移動速度 相較於人形是快得非常非常多 所以在追殺敵人或是逃跑的時候 就以魚的形狀來移動會比較有優勢喔 再來說說跳躍距離 兩個型態來說 還是以魚的型態 在墨水裡跳躍出來的距離較長 不過總是會有遇到沒有墨水的地方 這個時候還是只能以人的型態做跳躍囉 第三點 潛沒移動的墨痕水化 這一點在任何對戰模式都是特別特別重要的 為什麼呢 其實斯普拉頓在各個模式 都有一個明確的目標要達成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 在固定時間內 將敵方擊殺 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這跟這一點有什麼關係呢 當你躲在場上的墨水裡 如果你移動被敵人發現了 那你的埋伏可能就會失敗了 所以這一點大家一定要有意識的記住 當你全速推動香菇頭的時候 在墨水上會有很明顯的一條墨痕及水花 這都是會暴露你的行蹤的 那有什麼辦法可以改善嗎 可以的 你只要微微的推動香菇頭 就會緩慢的移動 也完全不會有水痕 這可是非常非常好用的技術 絕對不能藏私要告訴大家 記得在靶場或是散步模式裡可以練習唷 第四點 體感操作及類比操作 斯普拉頓這款FPS射擊遊戲可以選擇使用體感瞄準 或是類比瞄準 這兩個其實都很有趣 體感的部分就是使用手把內建的陀螺儀 使用手的旋轉來進行遊戲操作 這個部分在瞄準的時候會比較有即時的感受 不過對於瞄準這件事情 每個人的感受也都不一樣 所以也有不少玩家是使用類比操作 也就是瞄準的部分 是使用手把右邊的香菇頭 兩個瞄準方式都必須要好好的調整 適合自己的參數 我們在三代發售之後 會再特別製作體感調整教學給大家參考 每個人的身體感受都是獨一無二的 所以可以自己調整看看適合自己的參數喔 第五點 斯普拉頓最受歡迎的圖地模式 這是斯普拉頓系列最受歡迎的歡樂模式 以4V式的形式來對戰 比賽時間3分鐘 圖地範圍最多的一方獲勝 過程中的目標 只要是小地圖上看得到的平面 有圖到末的地方都會算分 所以當時間結束時 你可能會因為0.1%而輸掉土地戰 由於沒有天梯斷位的問題 反而可以跟35好友一起開開心心的土地 對於新手來說 真是線上同樂的好模式啊 第六點 武器種類 這次三代一共收入了11種系列的武器 分別是水槍系、底刷系、水桶系、散系、狙擊系、雙槍系、爆裂槍系、文筒系、格林機槍、弓系及花水刀系 這11種武器的系列之中 又會因應不同的平台副武器和SP有所不同 隨著不同的搭配可以再選擇不同的模式 挑選最適合自己在場上的位置的武器 光是挑選武器就眼花撩亂囉 第七點 敵方墨水 進入敵方的墨水可是會受傷的 在遊戲畫面上有很明顯的顯示 這些傷害值可不小 然而同時也會讓你行走速度變慢 甚至是無法前面離開 切記要小心啊 第八點 地板意識大重要 對於斯普拉頓來說 地板是很重要的事情 這裡的地板是指我方的墨水的覆蓋處 沒有地板就等於沒有地方可以埋伏 所以記得時不時就要補一下地板 不然很容易被敵人發現自己所在的地方造成被擊殺 所以說就是NO TOKA NO LIFE 第九點被擊倒無數次 在比賽時間內都可以重生 斯普拉頓系列遊戲 不管在哪一個對戰模式 在場上就算死亡 也可以無限復活 再次回到場上 不過每次死亡都有固定秒數 才會重新復活 甚至有些技能是可以讓你更晚復活 這個呢 我們之後做技能介紹的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然而這次三代沒有像二代一樣 有一個固定的重生點 基於二代有時候可能會被強制的壓加 鎖在復活點沒有辦法出來 這次三代是在空中復活 在固定的範圍內選定位置出發 相對來說非常的友善 第十點 試射場打把練習 打把對於線上對戰模式十分重要 這個地方建議新手朋友們在打開之前 可以先到這裡進行練習 包含調整體改類比操作 畢竟我們要先確定自己基本瞄準位置是否正確 在試射場裡面也有包含會移動的目標物 然而在這裡也可以練習打特殊技能 SP 超級落地 這個SP 是一個會跳躍在空中的SP 對於很多新手來說是一個非常苦手的SP 關於對應技巧我們日後會再跟大家分享 十一點 散步模式 在線上對戰開始之前 非常建議大家先使用散步模式 先了解接下來的地圖的各個位置 包含場地之中有一些傳輸線啊 還有一些牆面啊 位置啊 可能對於敵方來說是比較不容易注意到的 所謂至極之比一百戰百勝 地圖的熟悉度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往往很多模式的勝負不完全是建立在瞄準擊殺上 而是你有沒有掌握關鍵的時機 這個時候在地圖上你躲在哪一個位置 或是敵人可能會在哪一個位置都很關鍵喔 十二 英雄模式 這個模式是單人主線的故事模式 不過除了魷魚的世界關外 其實這個模式非常的讚 因為製作團隊在英雄模式中設計了很多關卡 每一個關卡幾乎都是針對各個武器 副武器 SP 而設計的 所以英雄模式之中可以學習到很多對戰技巧 跟武器的使用方法非常建議新手朋友們 可以優先遊玩英雄模式喔 13點 弱葉正式墨水罐沒有不一樣 最後一點在影片上算是驗證一下喔 上次我們提供的盤點影片啊 在這裡可以看到弱葉新手槍 確實墨水罐沒有特立獨行 它還是跟大家一樣 就是那個普通的墨水罐 好的 以上就是任天堂釋出 斯普拉頓3新手基礎介紹影片 正式發行之後 我們還會特別做各式新手分享影片給大家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覺得影片不錯 記得給我們一個讚喔 那我們就期待前夜季的到來吧 感謝各位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